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Jalen叫我 你整天叫我 你小心點 不要亂分散風險 那些思維是錯的 我們分享一下 因為這是一個很傳統的 一個投資的概念 就是我們有很多不確定性 就是你買到任何一樣的金融資產 包括股票 債券 房地產 商品 理財產品 都有很多不確定性 因為它背後牽涉 其實都是一些 跟經濟或者跟金融市場 或者跟資產本身的安全性 流動性 它的價值很相關 那就會有很多不確定性 既然大家都知道不確定性 一定會存在 那你怎樣把它減到最低 我也不知道哪些東西跑出的 好像買馬一樣 那我買幾隻 什麼都買一點 一拖三 四 一拖五 一拖八 當然會贏面大 不過賠率就比較低 其實都是同一個道理 但是我想在過去十幾年 尤其是當你遭遇到一些很重大的事件 包括可能是一些政治戰爭 好像這個911 或者一些恐怖襲擊 甚至會遇到一些叫做金融系統 本身的一些問題 包括2008金融海嘯的次案危機 201314歐債危機 到這個COVID-19 當這些事件一出的時候 其實你會發覺市場上面 剛才我們說 我買了很多 我分散了 我股票又有些 債券又有些 商品又有些 黃金又有些 什麼都有些 好像這樣 這個跌的那個升 或者那個不跌 是不是可以叫做 撐一順 撐回去 其實有一個 我想當大家去認真看一些投票 當那件事發生的時候 其實 所有剛才我們說的資產裡面 同一個方向都是跌 只不過它跌的幅度有不同 其實整天大家都會說 究竟不同的資產的關係是怎樣 怎樣看一些 Risk on risk off 其實好像過去年紀 有些打破了傳統 分不到 譬如說美金是避險資產 但你去年其實 基本上三月見了頂之後 或者納馬鈴、白蘭跌到去 今年年初 但同時間你見債券就穩步向上 即是傳統兩種避險的東西 其實走向也都已經不同 譬如途中所見的 你的債券其實在疫情期間 我想用二月 因為二月的標譜是見了頂 然後下來再上去的時候 其實你見過商品相關的資產 很多人都會覺得是一個 比較風險資產的一種考慮 因為裡面譬如油價原材料那些 佔比比較大 但其實它是嚴重跑輸的股市 即是我已經有些 很亂了 即是怎樣去看 在這幅圖你見到 那個叫橙橙底色 或者啡色的那條 咖啡色的那條 其實就是巴克萊的環球債券指數 其實它的跌幅是小 但它的方向都是跌的 你看到藍色的那些就是股市 灰色的那些就是商品 石油、黃金 其實是同一個方向的跌 而商品、黃金、股票的跌幅 其實都挺相似 跌得比較多些 如果是這樣的話 即是說 剛才我們說的那種 所謂叫做分散風險 當有事發生 我希望分散 其實在那一刻其實就不可以的 所有東西都會跌的 因為其實也說回背後的一個現象 因為過去這十幾年 即是說環球的各國主要央行 不斷就用這個QE制度的流動性 即是說錢是全世界都很多的 那錢多了那些錢去哪裏呢 大家都知道 實體經濟在過去這十幾年 其實就是一般的 即是說其實做生意很難 賺錢很難 因為那些錢沒有去做實體經濟 沒有說真的全部做生產 他去了金融市場那裏 投了一些金融資產 包括剛才我們說的那些股票、債券 即是說這些金融資產 那些股票承載了很多錢 好了 當一件事發生了 那大家很害怕的 不知道怎麼辦 是不是 那你第一個動作就是 我很害怕 那我怎麼辦 避險 那我怎麼辦 拿些錢先 那你這個動作就是 是股票你也會沽出去 債券你也會沽出去 那希望拿些錢回來 先看看 看什麼事 因為你如果不拿回來 其實它就好像一隻小艇 在大海那裏 被那些暴風 不斷升升跌跌 分分鐘反艇 反艇 所以變成它就不關乎 我和債券和股票的相關 是怎樣 我這隻買金是不是不用怕 買油是不是 它全部不管 所以我全部都要 就是拿回來 計算 有錢賺的就先拿回來 那這個也是 我想是 為什麼這些資產的表現 當一些重大事故發生的時候 它往往那個表現 和以前很不同 因為以前沒有那麼多錢 在市場上 現在多了很多 每一隻都吸了很多錢 好了 當有一部分人想 拋售套現的時候 其實它就不會理你的 它就不會理你的 它就不會理你的 和隔離是怎樣 不用怕 我們不是股票來的 我們是債券很安全的 它不是的 它全部拋了出去 先拿回來 再和你重新計算